另外 美国总统选举倒数一个多月 路透社联合易普索的最新民意调查就显示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以47%暂时领先共和党的对手特朗普 而且收窄了对手在经济和就业议题方面的优势 路透社星期二公布的民调显示 副总统贺锦丽以47%对40%的支持率领先特朗普 关于经济 失业和就业课题上 谁采取更好的做法 特朗普的领先优势正在缩小 在最新的路透社易普索民调中 大约43%的选民选择了特朗普 41%则选择贺锦丽 在这个部分方面 7月底的民调显示 特朗普领先贺锦丽11个百分点 但是如今已经缩小至2个百分点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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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